OK Hello Juno 這次比較underground的題材 是 還加上Joker這個造型 是否想將粵語文化再提升一個圍導呢 想不到你會這樣問我 這次因為它是一個黑道的題材 所以角色又很多 所以在設計服裝的時候 因為我一貫都是黑白為主 這次又覺得其實 因為這麼多參與的單位 其實當中的故事在講一種情愁 想用顏色去交代 但是在選取顏色上面 又想用一些深色的顏色 所以才出現了很多 例如私勇撿地的衣服 還看到唱最後一首歌 《我門的末日》的時候 是否想起和大飛的一些點滴 所以又不需要回答 其實我覺得這個表演都很戲劇性 因為我上年知道要做這個表演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個邀請的單位就是大飛 很快就已經離開了 很快就已經離開了 我很想在這個表演做一個對它的致敬 其實最後一首歌《我門的末日》 我覺得是在我彩排的時候 我最想避開的歌 因為每一次唱都會想起我們合作的時候 而大飛 在我們平時以前的溝通 很多時候它都會握著一支煙 所以就想做一個向它的致敬 但這是我最難忘的片段 你剛才說得最深刻是甚麼 因為你很感觸到消遣和這樣 因為我們合作 對外的歌雖然不是很多 大部分都是快歌 《我門的末日》其實是我們唯一一首合作的慢歌 當時其實這首歌沒有推動 但是我覺得內容 我由選這首歌它寫給我到填詞 就要揮填詞之後 其實我都固然我很喜歡這首歌 很矛盾 我很喜歡這首歌 但是我又不是很夠膽經常聽 因為每次聽都會很多畫面 Sorry 我想是向她致敬 所以點了好像敬她 有甚麼敏感 我們這個show其實都已經十八禁 我覺得觀眾都會明白 有rehearsal的 但是我想在整個歌單來說 它是我最避開的一首歌 其實剛才也有很多很戲劇性的東西 因為我唱到去金剛圈的時候 我穿了一件絲絨的西裝 然後又要叫又要動 然後我唱一唱就看到台開始斜 燈開始搖 所以我有一句我是不能進入 因為開始有點暈 我想是太熱了 因為我也感覺到觀眾都很熱 我暈一暈之後 就看到有觀眾都暈倒了 所以最重要是小心心底 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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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一做完 就已經做press了 所以我做完你們我就會去問一下 什麼啊 sorry 是呀上次也是 其實今次我有預先說了 因為今次一開始就已經很吵 音樂很行 所以我其實我想這個月 我一直都在社交媒體上跟大家說 如果身體不是很強壯的 不要站前排 因為今次是全棋位 你知道全棋位其實後面就要推到前面 那你這麼密的時候就一定熱 那我在台上加上一些燈 我都暈 那何況被人逼住的人就是 是呀 下次有沒有考慮不要穿什麼衣服 呃 我本身為何暈 就是我本身採牌的時候 我沒有穿那個外套 但是我聽到有人說 今天會暴跌嘛 那個氣溫 是呀 那我就是聽錯了 那我就冷了搞不定 我就穿了 然後上去 熱到呢 那你剛才到韓國的客戶 那你也是繼續問的 我是要扶著旁邊兩個人 走進去 但我又不敢立即進房間 因為房間有冷氣 我怕冷了 那所以其實 因為我們彩排都很頻密 我們從新年前就開始彩排 一直沒有放假 一直到今天 所以其實這幾天 對樂隊都有不舒服 因為每一次大家彩排都 比進去彩排 那我就兩天前開始 就 我唱歌OK的 但是 聲音就 說話的時候越來越沉 那所以就盡量都 其實這兩天就很少說話 就是盡量都不說話 這樣 那這次表演之後 會怎樣? 大家怎樣慶功 我都未想 因為今次單位實在太多 今次加起來都有 可能六七十人 但是要慶功 要慶功 是 是 是 剛才在台北上 有 有單位問我 有這樣問 因為 其實整件事都很完整 那我覺得 剛才下台已經聽到問 會不會做tour 那樣 那我也覺得 等我回去休息一下 然後再去談 是 是 是 那 今年 就 比較忙 那 其實本身這個 show的劇本 是一個 我之前寫的電影劇本 那我下台 就是講tour 也有人問 到底會不會 將它拍成電影 那樣 但是我覺得不是這一刻 等我回去睡一睡 先 睡一睡 現在有點 暈暈的 然後再做show 是否都會想以這個 寫劇本的形式去做 我想每一次都不同 因為今次 我想它起源是 我們一直在談 紅館的歌單 那就發覺 我們第一次談 有八十幾首歌 要唱 其實沒有可能 唱到 那便變了有一些歌 可能不是在紅館的歌單 但又想被觀眾聽到live的時候 所以就開始分拆了不同類型的show出來 而今次其實它不是純粹一個 只是唱歌的演唱會 我們亦都拍了幾段戲 那我覺得這個是 我自己認為一個 瓜媒體的創作 那我覺得 給到一個 新鮮感的觀眾 都很開心 今天女朋友有沒有來看 今天有 有 是啊 什麼 完了show 現在 不 等我先睡一會 等我先睡一會 你要睡多久 正常時鐘 不用這麼急 這次也有出了 你也有唱花鼻 是誰出街 接下來出街 剛剛完成了混音 因為這次是第二次唱 第一次是去年的三月 但是那個 那個很矛 因為那個其實是demo的編曲 剛剛錄完 我們亦都在歐洲那裡 拉到管燕樂 所以這次這個版本 反而是未來出街最貼近的版本 就是一個新歌手播 剛才結尾的時候 也有多謝寶珊 他們 今次有沒有邀請他們來 因為剛才多謝明星的 名單比較多 但是有沒有想要邀請他們來 有啊 有些他們也有來 剛好 你留意一下那些片 看見不見到 因為 很多謝他們 因為 知道要做這個show 我又覺得這樣的方向去創作 又多有趣 而今次邀請星演的單位 其實本身我們 大部分都合作過 有些就是 幕前沒有合作 但是我們認識 所以我覺得 能夠將他們 以往的一些電影角色 再度出現 因為電影角色是 套戲完了就完了 但是能夠重新又出現 很多謝他們 因為每一個角色的對白 我都寫 然後再跟他們聊 聊完之後 再錄 錄完又要再運音 那所以 一開始都有些擔心 因為 主辦說 show overrun 那 但是 參與的單位 又很踴躍 那所以 今次就是出現了 這一個組合的 的 聲演單位 Thank you 謝謝 謝謝